刚刚你在演讲的时候 我一边在听你演讲 其实一边在 看着观众席的妈妈 妈妈一直在流眼泪 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 听真切了 你所说的每一个字 但是我想 妈妈一定读懂了 你所有的心意 我们请妈妈上台来好吗 来 我们看得出来 妈妈其实今天 也是精心地 做了一番装扮 还专门选了 很喜庆的大红色 当时听到儿子说 要给您办一个婚礼的时候 您怎么想 听起来真是太可笑了 我的儿子的生病 生得这么压重 我有什么心情 去办这个婚礼呢 对其实大姐 很多人结婚 那个时候的心情 都非常喜悦 很兴奋 很幸福 而您的家里 您做新娘子的那个婚礼 却是百感交集的是吧 对呢 我们这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当时婚礼的情况 感谢你们的 当时一年来 对我来教育 我们的生活之恩 对我来非常感谢 然后我看见您丈夫了 现在已经是您丈夫了 对吧 对 那大哥看着挺耿直的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我的姨父吧 带他 他从这儿干活一块儿来似的 然后我看了他的时候 觉得这人挺可靠的 挺老实的 我听说他 还帮着你们家里还债 还帮着你照顾老人是吗 对呀 我当时我就和他说了 我说是我孩子生了一种病 是个绝症 这个病吧 是个无敌动 我家里有一个老奶奶 还要照顾 家里还有一个大棚 也需要来来管 我说过 孩子这个病不怕连累你吧 他就说了 不怕连累 只要你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我们一家人 生活是过得挺好的 你跟他相处中间 有哪些事 让你觉得他这个人特好 特可以把妈妈交给他呀 家里为了给我治病 把东西都卖了 负债累累 然而我这位叔叔呢 他不但不嫌弃 而且还鼓励我们说 一定能战胜病魔 加油 头一次见面挺好的 第一眼的感觉就是 这个人比较 憨厚老实 而且第一次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千块钱 叫我买好吃的 好喝的 保护好身体 你就被一千块钱收买了 没有 当时呢 我家里还有一位老奶奶嘛 大家都能理解啊 就是说是刚刚失去儿子 那种痛苦 然后就不能说是接受外来者 就是介入家庭这种感觉 就是他处处就是在家里 找我叔叔的麻烦 但是我叔叔呢 没有嫌弃 他为了我们呢 就是包容我奶奶所有的一切 包容他老人家 在我和我妈相处的时候呢 我妈的身体啊不是很好 每次的重活累活都不用他干 都自己扛着 这个听到现在确实是找对人了呗 那这结了婚之后 你就放心了 他的是治病呗 对吧 没有 我们结完婚 当天傍晚 我就帮他送到了医院 可是到了第二天 早上的时候 我上医院看他 看他的时候就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你干嘛去了 他就离家出走了 我也不知道上哪去了 他玩失踪了 对 他这收鸡也是刮鸡 他觉得他自个的心愿完成以后 他就自己就消失去了 对 我一下子就慌了 他其实有这个心愿 夏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